接下來一把,實際上上面是一個表單 但是你要送出,特別注意 前面的按送出是可能給第二個 什麼-2 去處理接收 但是這一題比較特殊 他是丟給誰 自己 所以這時候的話,你會多一個判斷 也就是說,如果裡面全部空的話 那就是表單 如果有寫東西的話 那就是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接收的程式 就是把你上面有的東西接到 然後顯示 他填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填什麼東西 寫下來吧 看到了沒有 1到11 裡面的話寫什麼呢 就是 把剛剛呢 哪個日期 心情是什麼 標題我點打的 既是 與朋友分享 這些怎麼樣 把它列出來 不過很奇妙的喔 有沒有發現 他還是自己喔 所以喔 如果將來呢 你自己呼叫自己 然後呢 可以自己傳東西給自己 這一題就是主要的範例了 那東西暫時存放在哪裡呢 其實就算放在那個Post的那個 那個我們抓到那個物件裡 那個那個 那個常數裡面 然後呢 資料暫時放在那邊 再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這一題的大概的那個 流程是這樣子 可是要如何自己呼叫自己 怎麼做喔 我想各位先大概把 這一題題目了解一下 然後環境設置好了 另外 看一下這個好像大部分的東西都已經幫我們弄好了 裡面包含就是說 他的那個什麼 表格 這個表格部分的話 已經都有了 那表單呢 表單我們看一下 表單也有了 而且是Post 這邊一定要 一定是Post 因為上面沒有傳 傳任何東西 只是說要傳給誰 傳給自己 傳給自己很簡單嘛 你就把自己的名稱 把它複製貼過來 不過我建議喔 尤其像填那個東西 如果你沒把握啦 我還是比較建議 因為我自己都用複製貼上的 因為常常有同學喔 一定是 打錯一個字 一定會打錯啦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很容易打錯啊 一打錯 就找不到了 OK 第一步 先Enter一下 然後呢 這個地方就自己 傳給自己 第二個的話呢 表單部分 其他我想 等一下再細部來看 其他這個地方是 他基本上沒有 做任何PHP程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怎麼做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PHP的部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也說在那個根目底下 Image 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現在 弄起來的話 他基本上 他 如果你把他弄起來 他預設裡面 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 這個地方 他會有一個表情 那如果說我今天把這個 預設弄起來的話 他實際上這裡面是空的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的程式需要什麼 動態的去把這些東西呢 把它塞進來 一個一個放進來 總共有三張圖 你要把他三張圖放進來 另外的話 還需要什麼 你會發現上面跟下面 也就是說 你要先做一個判斷 如果 他沒填資料的話 顯示上面 如果他有填資料的話 顯示下面 這個他要把他分開來 所以這邊的話會做一個那個 多一個那個 邏輯判斷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先知道說 這個裡面的每一個 那這個地方的話 裡面的相關的 藍位名稱的話 他這預設裡面是空的 所以呢請各位 要把這個藍位的名稱 分別把它加上去 當然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樣 至少說 有點你丟進來的東西 人家輸入什麼之後 你要能夠抓得到 比如說抓到一個POSE 從 那個 SERVER端那邊丟過來 我知道說他丟給我什麼 那我就去抓他的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就根據這個文字欄位 裡面給的 那裡面的話呢 分別放哪些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這個裡面 放的名稱的話 基本上 我在這邊 丟給幾個 這是 動態 動態給的這個 這個名稱的話 那 我們 這個動態寫的方式 會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這邊的話 總共 因為如果說我已經把它寫成PHP了 那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就顯示不出來 因為他已經包在PHP裡面 所以這種處理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基本上 大概就是從這邊開始 我的HEAD 然後底下